大家好 我是黎sir 這條影片主要是講中一的第十三課 十三點二的關於Organization of Data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GLP裡開始講的Step 2 Step 2 第二個我們要將這些數據收集之後 我們要組織它 那有什麼方法組織呢? 有一個最簡單在這裡會教大家的方法 就是用一個叫做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大家要拿本書降低它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就叫做頻數分佈表 頻數分佈表 意思就是說我們要將它的數字記錄下來 然後數回數字 計算出現的次數 那譬如這個 不好意思 現在這個就是講關於 在1998年 1989年 至2008年 所有百合封球 在那一年裡面會出現的次數 這樣 這樣 你看到會 就是有些年份就會有一次 有些年份有零次 有些是十次這樣 這樣 那我們就收集了這些數據之後 就想統計回 清楚知道零有幾多個呢? 一有幾多個呢? 二有幾多個呢? 這個就很清楚看到那個情況 這個就利用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是非常之重要的 中間這一欄是什麼呢? 我們叫Torley Torley Torley是什麼意思? Torley是畫技 就是說我們數的時候 比如4 我就在4畫一下 0 我就在0畫一下 如此類推 一路一路畫 一路畫一路畫一路畫 我們就知道畫完之後 再數有幾個 那就會比較簡單快捷了 如果 逐個逐個數 可能會數漏 或者數錯 當然也會教你的技巧 就是 怎樣數呢? 譬如這個例子 我們要數的時候 就是 0 就是3 有一個 這樣畫它 零畫一個 又插一個 這樣就會方便些 一路插一插 就不會漏了 OK? 通常同學生都是不小心 OK? 好了 這裡的例子 就是 當我們畫完這個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記得 construct 就是叫你畫一個頭表 然後就問你 有多少個人 是少過 贏得少過三個 少過三個 就是201 那你把3加5加4 就可以看到了 很快 不用逐個數 直接這個table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好 除了這一款之外 還有一款 是進化版的 什麼進化版 就是 這樣的table 就是 這一款 就是 有個範圍的 由於 我們 數據太大了 由 27 最大去到 56 太大了 如果我們把它跌出來 27 28 29 30 31 如此 都會跌出來 是不是很長的那個表 其實就做不到什麼分析 反而我們 給它一個範圍 然後我們再去數 我們就知道這個範圍 大概有多少 比如好像學生的 成績分數 我們不會 逐個逐個分去計算 我們會 90-100分 有幾個 80-89分 有幾個 這樣去列出來 就會清楚很多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分了圖 分了那個 我們叫grouping 分了group 是 divide into groups divide data into groups 分了group 那group的範圍 要你自己定 有時候題目會定給你的 當然要合理 什麼叫合理呢 如果 譬如好像這題 你的GLP 也有的 譬如這樣 在這裡 你可以自己做 這裡 一樣的 那麼 它定了是27-41 還有42-56 那麼 叫你數 數回這些資料 其實就是數回這些資料 一邊數 數 數下去 發覺數完之後 其實只有兩個範圍 其實我們得到一個很清晰的資料 究竟 這裡在說什麼 這裡在說 每年出現雷電 雷電的風暴 雷電風暴的數目 雷暴 應該是雷暴 是雷暴 那麼 那麼 如果我們的範圍太大 27-41 其實都看不到什麼結果的 那麼 所以我們定我 那個GLP的範圍 不可以太大 也不可以太細 太細 也看不到淺視性 要合理的 要合理 那麼你看回 最大和最小 它的分差 譬如27-56 那麼你大概分 五 通常分五至六組 會比較合理一些 第一個表不會太長 第二個表不會太短 那麼 所以你分五至六組 那麼你除了 是吧 27-56 那麼中間隔了多少 就是27和56 中間有 大概30 是吧 30 那麼你分五至六組 大概就是五 是吧 那麼 30除了六 就是五個為之幾個組 所以27 28 29 30 31 那麼五個一組 那麼 那麼會不會31至 會不會是31至到 34 35這樣 就不會的 因為31 如果你不知道擺哪個 所以你要隔了一個空間 就是32 因為它中間不會有少數的 不會有多少個 小數點的內部 那麼所以我們就不會有少數的 通常隔了1 OK 行不行 那麼視乎那些數據的Data 那些的性質 OK 所以分五組至六組 會比較合理一些的 那麼大家可以又照著這個 那麼你見到 這裡呢就是由 1至到48 對吧 1至48 那麼也是啦 1至48就是大概有47 那麼除以6 那麼就是 6、8、48 那麼就是大概八個為之的組 那麼1至8 9至16就是借書的數目 那麼你可以畫回 這裡畫了一個 1至12又試試畫一個 這樣 讓你知道可以有不同類別 分組的一個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able 不一定是 個別的可以分組的 可以嗎 那麼你回去做了 那麼其實很簡單 很短的練習而已 那麼 下一個已經是12.3.53了 那麼這裡有很多例子 有分組的 跟這裡有分組的 是不是 他會告訴你分組的 然後記住啦 有三樣東西 有分組的數量 有畫記 還有frequency 就是數字 可以嗎 記住這裡是五畫 你用正字也可以的 有人不會用正字的 沒什麼問題用正字也可以 就是這個正字 都可以的 都是畫記的一種 OK 那麼有些例子 那麼這裡有小數點 它都會定給你的 通常會定給你的 這樣 OK 大概就是這樣 第12.2的關於 construct organization of data OK 可以嗎 好 那短篇可以到這裡